如果我的钟葵能像屏幕前的这位一样,一个大招就能吸死一条龙,一个大招就能吸死对面三个人的话,这护盾还这么厚的话,那我想我玩钟葵的时候应该没有其他什么路的事的吧? 哎,这就是我刚刚前几天刷视频刷出来的一套钟葵的出装和名文。 原视频的博主说了,一个一技能批盾下去,那一圈人全部死嘎嘎,一个二技能过去,那一捞就能捞死一个人,我一听见他说这儿,我瞬间我就来劲了,我就忍不住了试这套装备,于是我就开始了这几比赛提前设置好了猪装和名文,想想那种感觉我还有点小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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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直插对面的野区,来到对面小猴子的旁边,把他的蓝buff摁在地上狠狠的摩擦狠狠的打对面小猴子的里面,小猴子此时他根本就不敢此话,只敢在我们的旁边晃远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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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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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放的卢蛋报仇了 这时候对面的辅助就过来了 我也是个辅助啊 而且我还残血 你过来呀 过来打我呀 你过来我就露你 一个二技能把他露过来 一个屁队 他半血就没了 再来个反弹 这时候他瞬间开启了一技能 他的那个血量浩浩的往上堵 正好我放的小卢蛋复活 我再来个斩杀 抢了他的人头 这五杠零的开启运 属实又是有点爽歪歪啊 这时我就觉得 两分钟我能五杠零的战技 我的天哪 我是真的牛拨衣啊 最后我又直接来到了 对面的二塔的面前呢 对面那个小奶妈 就朝着我扔哗哗 一扔我晕一下 一扔我晕一下 我是真的烦 恰巧这时候后翼来了 我挥手一勾 然后挥手一吸 我吸着小奶妈捕着血 他还晕我 我也是 我的大招都被他扑过来 但是他后翼 他依旧是跑不掉 直接一个斩杀 让他变成一百二十一金币 本来想挥手勾一下 那个小奶妈 但是这边猴子来了 直奔我而来呀 谁知道他敲歪了 后退了 我一想是他害怕了 我直接出狗 谁知道勾过来了一个徒驴 一拳头他还越强了 这时候猴子 他 他突然就来了 你个老六 你玩的是直六 团战没了 你过来收人头是吧 直接回到下路 此时下路还有个徒驴 正在追击我方的大长腿米莱迪 我见了能不出手吗 直接搂过来开起大招 戏死他 后翼这时候又已经赶到了 你看这时候我的伤害 一个屁顿他 光一个屁顿他半血就没了 还想跟我斗后翼 你等着吧 直接二连击破 我的天哪 六分钟六十六秒 继续搁下路呆着 对面的那个猴子 又不知好歹的 一下子就冲了不来 我假装疫情故纵 往那个野区里面跑一下 谁知道他还真中计了 直接捞过来 一个屁顿 一个斩杀 锋芒毕露 等我再一次 疫情故纵 那个小奶妈的时候 谁知道他就不上当了 果然还是小奶妈厉害 这时候啊 对面的人员 通通都已经赶到了 我先来一个一勾 勾中之后 直接开启大招开吸 没想到对面的徒驴 还有对面的后翼 统统被我吸到 并且我这一波三连决胜 我的天哪 这一波四杀 真的 牛拨一 兄弟们 这套出什么 我算是看明白了 中期五都那么厉害了 何况到后期呢